现在我能够平静的生命 以前我能够平静的生命 我能够平静的 卡维达一家是慈激在2014年 开始关怀的感恩户 妈妈离婚后带着她嫁给继父 妈妈收入微薄继父不务正业 还经常家暴 导致她长期生活在恐惧中 婚姻两次都错 然后会把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 那些孩子都是愁眉苦脸的 然后头低低这样子的 慈激志工了解后 决定补助孩子的交通费 也介绍妈妈去当收入更高的收获员 当收入稳定 不再需要慈激补助时 没想到另一个噩梦 却降临到了孩子的身上 她妈妈因为做母亲的认识更多了 见识更广了 会觉得我不需要受这样子的对待 她就离家出走 跑到死命医的家暴中心去住 妈妈离家后 卡维达就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还要面对家庭压力 让她不堪重负 手上的疤痕是她无数次崩溃的印记 在慈激志工关怀下完成中学学业的卡维达 2021年收到一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生活也逐渐开始不如正轨 现在卡维达在一所公司当实习生 可以开始照顾家庭的她 表现得愈发自信开朗 我们以孩子为出发点 一直以这个出发点走到今天 今天终于看到了 原来我们以为没有结果的东西 其实她是有的 我认识了很多数据 我认识了很多数据 谢谢很多 因为他们现在都OK 志工深入持久的关怀陪伴 让卡维达走出阴霾 反转手心助人 也用自己的行动去传递爱和温暖 见证善的循环 买带刘静心带回答雪兰儿报导